2019年11月,一个通缉令红遍网络 照片中的女人柳叶梅樱桃嘴 由网友看后惊呼其为 史上最美女逃犯 那么,这个美女是谁呢? 她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会被警方悬赏通缉呢? 点击头像今日主页,我们接着往下看 深更半夜,一名男子打破了平静 他满身血迹大声呼喊着 杀人了,杀人了 住户们听见求救声拨打的报警电话 然而,警方赶往现场之后 男人和凶手都不见了踪影 他家在鲁道内到处是喷溅的血迹 警察破门而入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是扑面而来 厕所内呢,竟然有一句裸露的武士 更诡异的是,这名女子并没有被性侵犯的痕迹 而且家里的钱也没有丢失 那她们是谁呢?又是什么关系呢? 呼救的男人名叫薛富贵 奄奄一息的他,用尽最后一次力气打车去了医院 而厕所死去的女人正是她的新婚妻子范月盈 更令人震惊的是,女人腹中已有胎儿,一尸两命了 新婚孕妇为何残死厕所呢? 又是谁精心策划了这一切呢? 范月盈是薛富贵的第三任妻子 薛富贵在当地小有名气,是个有钱人 但是呢,她并不检点,是个花花公子 邻居们都说,她的三任妻子都出事了 难道真的是薛富贵客妻吗? 这为何范月盈的父亲如此的控制薛富贵呢? 范月盈18岁时,家里为她安排了一门婚事 但是她毁婚了,因为有一个多金又铁铁的男人 她无法自拔,这个人呢,就是薛富贵 当时,她的第一任妻子身患癌症,日子已经不多了 她承诺,妻子一死就去范月盈 但是呢,她并没有履行承诺 她觉得呀,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 范月盈呢,文化程度太低 她根本配不上自己,便果断的抛弃了她 而她所娶的第二任妻子名叫谢丽萍 是一名女教师呢,长相也是十分的漂亮 但是没过多久,她就圆形毕露 这位漂亮的女教师实际上呢,是一个母老虎 二人经常争吵,她的情绪呢,很不稳定 多次在争吵中拿出刀,要砍死薛富贵 除此之外,她和薛富贵一样 也是一个喜欢沾花惹草的人 这让薛富贵接受不了 自己堂堂一个大老板,竟然天天被戴绿帽子 最后,她花费五万元,与谢丽萍协议离婚 离婚之后,她立马想到了被胎范月盈 走出情商的范月盈 同意了父母安排的亲事 正准备结婚时呢,她接到了薛富贵的电话 而更令人生气的是 恋爱脑范月盈立马就回心转意了 她两次订婚,两次毁婚 不仅伤透了父母的心 还亲手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范月盈的父亲认为啊 就是薛富贵的风流 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那么,她的死和薛富贵的第二人妻子谢丽萍 是否有关系呢 想知道后期内容 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 查看下一集精彩内容 这是凶手被逮捕时的真实影像 画面中神情呆正的男人 以及大喊的女人是谁呢 他们又为何要对范月盈痛下杀手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微笑着的男人名叫郝满汤 崩溃大坤女人名叫谢丽春 他们是薛富贵第二任妻子谢丽萍的妹妹和妹夫 谢丽萍离婚之后啊 心中气不过丈夫立马在婚便找到了自己的妹夫帮助自己上门讨公道 为此呢 郝满汤还特意拿了把水果刀准备吓唬下了他们 当时只有范月盈在家里 面对二人他不甘示弱 大声争吵了起来 怒火中烧的二人拿起了绳子勒死了范月盈 并将他的衣服罢光 伪造成了先奸后杀的现场 正准备逃跑的二人 听见了薛富贵回家的脚步声 他们是一不做二不休 连这个风流男人一起杀掉 薛富贵刚推开门迎面 那就是一道 瞬间鲜血声喷剑四射 他捂着伤口 转身逃跑 好满舱拿着刀追赶 在楼道内呢 又只一顿乱看 眼看着他跑出了楼道 二人便不再追杀 立马逃跑了 辗转多地 排查数百人 带着妻儿 逃亡十四年的豪满舱 终于被缉纳归案 他承认了自己 火同谢立平 杀害范月英的事实 但是谢立平此时呢 仍然是逍遥法外 2020年 警方悬赏13万 通缉谢立平 除此之外 还发布了一封信 信中啊 用真挚的语言 劝他回家自首 2023年7月28日 谢立平终于落网 不知道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还是这24年 逃亡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的模样大变 从以前的他是一个标准的美人 如今呢 年老色衰 眼神呆着墓西 防复失去了光芒 根本看不出来是同一个人 谢立平落网 也算是给了死者一个交代 如果范月英没有错误的选择 是否会幸福的过完一生呢 案件自此结束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发 订阅 订阅发 订阅发 订阅 历 overwhelm cidade